世家穿着天界最顶级的潮派 竖起一根手指说道 你算老姐 敢在我面前搬门弄斧 此话一出 灵符当场炸猫 举起沙路巨斧砍向世家 不料被世家一脚正用了腹 灵符痛苦地跪在地上 眼泪鼻涕一起流 小鲜肉的形象彻底被毁 世家拖着六道轮回帐 做出一个国际手势 霸气地说道 站起来 咱们站个痛快 此时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观众其上世界文明的森大圣人 竟然有幸站在一起 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微微一笑说道 恶法以为法 心手必胜 基督教创始人耶稣 闭着眼表示很服务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 热血沸腾的说道 世家 难道你要以恶之恶吗 灵符突然大声咳嗽 心血从口中喷住 灵符看见谁就会发狂 他捂着空洞的胸膛 将体内的不幸全部爆发出来 手上的巨斧突然剧烈膨胀 随后 一中眼无法看到的肚子 狠狠砍向世家 世家闭着眼 一个帅气的侧身轻松躲过 灵符很惊讶地说道 什么 穿着烂拖鞋也能这么灵活 说着 变一个大幅度的横扫 世家快有闪电如风幻影 又是那么优雅地轻松躲过 打了这么久 灵符连世家的腿毛都没刮到 他气急败坏地大喊着 可恶 随后会晤手中的巨斧 360度无死角疯狂乱砍 是要将世家砍成肉酱 可任凭他怎么攻击 打中的只是世家的残影 灵符突然停下脚步 发出骇人的哀号 我就是最不幸之人 怨气与憎恨不断俱冷 手中的沙龙巨斧 变得异常巨大 巨斧周围甚至还长出了 锋利的尖刺 就此老头知道 这把巨斧的战斗力非常变态 能够吸收万物的不幸 吸取得越多 破坏力就越强 他有个狠屌的名字 其名为辅瑶 灵符前进挥动辅瑶 竞技场瞬间天崩地裂 能量顺着披剑 直中观众席 地面竟留下一道深深的疤痕 无辜的神明 差点命丧皇权 灵符不断挥砍 世家不断躲闪 新主持知道 每躲闪一次 灵符的不幸指数 就会升高一次 反而言之 世家越是躲 灵符的战斗力就越高 很快 这一场已被灵符破坏成废墟 可灵符依旧未伤到世家分好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下一集 世家将会使用 他达到佛祖阵戒后 最厉害的神眼